哈喽,亲爱的迷你小伴 今天我们来玩九项无限生命库跑 姐姐,你这不是九八九出九丁血吗 怎么说是无限生命了 哎,你没看到我身上有恢复buff吗 任何摔伤烫伤都是会自动修复的 先来个菜鸟 全都是土块,做两步就没了 嗯,怎么都是吃的呀 接下来的库跑肯定奖励更丰富 哎,我怎么飞得很高啊 哎,我怎么无敌咯 难道点击宝箱能够无敌 不行,那可不行,打扰了 哈喽,小一喊又回来了 这个新手怎么跟菜鸟是一毛一样的呀 两步三步,一下下就上来了 老乡,开始不开了 普通关卡只是把原石换成了青苔针 听听听,玩到了上不去了 墙面变成了两个 还好我会二端跳 不然连普通玩家都算不上了 哈喽,我们走吧 下一环节,高手护跑 卧帅,全都是用铁做的 只要征服的他,铁块就都是我的了 最后一个,当然也拿不倒我啦 搞定 过了这条墙,我就是 呃,完蛋了 摔下来又要重来了 多怪一师大意 还好我已经掌握了二对跳 连接成功,一口气又回来了 这一次我可不会轻易摇折啦 成功 注意箱子里什么强力 等全部通关了 挨个挨个打开给你们桥 一定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 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怎么就快抵达终点啦 没想到这么快就征服半仙裤跑 却有个大仙裤跑 看样子是旋转楼梯 说吧,作者又想怎么整我呀 诶,怎么像是在爬楼梯呀 哦,累死我了 前面就到终点了 天呐,我这不就成大仙了吗 这么远的距离还得空气强啊 就这样子,我也是大仙级的 姐姐,接下来该不会是成仙了吧 没错,猜得不错 怎么又是一个深坑 嗯,我怎么刷下来了 哦,空气强 所以现在我只要爬回去就能够成仙啦 这么小的台阶看起来很难 但是问题不大 因为我的脚超小的 还是很容易站得住的嘛 好啦,不过 这九项无限生命库跑也太简单了吧 小伙伴们,在这里啊 人家都能够被称赞的 最后一项还是无名库跑 三段跳我来了 坐一跳又一跳 再来个坐一跳又一跳 姐姐,最近三段跳继续飞涨啊 你肯定啦 小伙伴们就陪我练了好久的 前面这条梯子好长哦 从白色到深色 间隔也逐渐增大 这条墙到底要去哪里啊 看到终点了 用这条墙叫彩虹桥 抵达彩虹的另一堆 跨越这扇门 我发现这有块神奇的石头 只要点击台 就全身散发光芒 我真的是无敌了 不过点箱子也能够无敌 好啦,给你们看看 分段库跑一次多想立了选了 前面三张都是各种食物 下面还有一整套的盔角 当手玩家会获得一些玩具 呈现之后 不仅会获得超级食物 还有赚实全套呢 啤酒